其实在 Selenium 它的作用还蛮大的 主要是针对那些 可能会需要用滑鼠、键盘 或者是说一些操作 才有办法产生你要的网页内容的时候 当然用之前的那个方式 基本上就很难办得到 如果你用 Selenium 基本上你就控制那个浏览器 目前的话我们刚刚已经可以让它打开 然后让它停留多久 并且把它关闭 再来的话我需要什么 需要控制它 比如说我希望它能够帮我做什么样的程式 做什么样的动作 做完之后让我看到结果 甚至可以把我要的结果抓下来 OK 当我们抓下来这些动作就慢慢来 我们先可以控制它 你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可以产生 你去控制网页内相对应的程式 当然那个 Selenium 本身它有相关的说明 它有一些相关的函数可以用 不过有的时候如果说假设因为你动作很多 那你又要自己把那些所有的函数都能够掌握 那要需要花时间 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多时间的话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做过我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Chrome 的一个套件 这个套件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Recoder 它主要就是说你可以做你做的动作 然后把它Recode 下来 它会把它Recode 下来的对应的程式码 帮你记录起来 那你只要找到之后把它复制 贴到你的这个Python 程式里面 它就会或可 只是说它界面没有很友善 而且可能要找一下 然后目前界面都英文 所以我大概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 跟各位讲一下 主要你要知道哪些功能就够了 其他不知道也暂时不知道没关系 那首先的话当然我们也许先开一个空白的 比如说我今天我就先Recode 比如说我先跳到Google浏览器 这个空画面好了 然后我就点选 点选哪里 你可以把它缩小 它可以放大缩小 习惯是这样浮在上面 然后接下来 目前是Expo 我先把 离开一下 重来一下 OK 进到里面 它的预设画面大概是长这样 有没有 各位可以看到 那它目前 因为我刚刚有做了一些动作 它这边目前是有一些 刚刚做动作的一些相关的 这个就是清单 就是你刚刚做的 包含就是开启哪个网页 然后click 哪一个 哪个target 有没有 然后呢 slate 哪一个 这边还有value 它会有一个清单 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这些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关闭 你看它其实是一个专案 如果说你要重新录号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把这个 刚刚这个专案 可以把它delete 它问你要不要 这个 把它除存下来 我一般选择no 把它delete 那你会看到这边就是空的 一般 如果已经有刚刚做任何动作 你可以把它删掉重来 那怎么重来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记得 这边有一个recode 最关键的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按下记录 那记录recode下去之后 你就去做浏览器上的动作 它就会帮你把那些动作对应的程式码把它记下来 OK 大概是这样的 那你做完之后呢 下方会有个stuff 所以现在没有stuff 底下会有个stuff 你stuff按下去呢 你这就停止了 OK 所以 跟录制去集差不多意思啦 只是说把那个动作记录下来 那最后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你刚刚做那些动作的程式在哪里的话 记得 它是在这里 export 有没有 本来好像这个旧版本本来是在这边啦 但它好像把它移到这边啦 export 意思就是说 我要输出那个原始码 然后它原始码支援的版本非常多 那你找到Python就可以了 OK 来试一下 试试看一下 所以接下来的话 第一个先recode 然后recode之后的话 我在这边输入 输入吴老师 OK 假设 然后这里面的话有一些 一些清单 然后我就点击其中的一个 我的教学部落格 好 大概这样子 然后后面也许我就自己怎么样 自己在写对应的那个 比如说停五秒钟好了 然后就把它关闭 OK 我目前OK 所以我把它stop了 因为我大概到这里 其他程度我可以自己写 好 那你会发现呢 它已经帮我把刚刚的动作 基本上都记录下来 所以我刚刚基本上就是做了三个动作 有没有 其实就是开Google 然后输入 这click 其实应该是点那个 我们那个输入的那个文字方块 然后 再来就是点那个连帖 这三个 那对应的程式在哪里 我刚刚提到 记得哦 就是在这个export 记得哦 就是 recall 完 stark 然后这边export export 点下来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它问你说 你要选哪一个framework 那我们是针对 python 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找那个python 2 或者底下这边好像还有一个python 有这边有一个python 那两个其实最后的程式嘛 我印象中是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选这个python 2 这个 有没有web drive 然后加什么utitext OK 那点击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那一段程式嘛 基本上应该会放在 放在哪里呢 我看一下 底下这边应该 大概在十四几行 主要应该是在第20行开始 有没有 driver.get get的话呢 其实跟request.get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一样就是连到这个网页 有没有 它后面其实有加一些参数 有没有 就是google的search 给相关参数 然后呢 我们在element 这哪一个element 其实它这边 其实这一串理论 它应该是标签 有没有 这个标签应该是div 哪一个ID底下的那个div 所以你会发现 它切好好多层 div又div又div 最后是h3的那个位置 OK click 所以click之后的话 就连到这个网页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们最主要是需要取得是20行到22行这个区间的程式码 所以把它按Ctrl-C OK Ctrl-C之后的话 其实基本上 这个recorder 它的任务就完成 你就把它cancel掉 至于说这程式码 你要不要储存 理论上应该不重要 所以其实它最重要是 ispro里面的这一段程式而已 至于其他 我们目前用不到 OK 所以 这个的话 它就达到它的目的了 所以你可以Ctrl-C 有没有这三个动作 Ctrl-C 然后我就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刚刚的这一段程式码的get的位置 这个get 其实可以拿 因为刚才有get 所以把get跟这个地方把它贴上 直接这一行 第四行直接贴过 然后因为它有缩牌 所以这三个缩牌 你可以选这三行按shift加tap 让它两次 shift加tap就铺牌 因为你在开始里面缩牌 它是层次的一个部分 你不能随意缩牌 所以你把它倒退回来 好 那基本上 应该就OK了 所以 我们就把刚刚那三行 那它做什么动作呢 输入到google 关键词 然后撬到搜寻结果里面 连到那个网页 然后停5秒钟之后 就把它关闭 理论上这样应该是OK的啦 那不过剩下来就要test了 OK的话应该没问题 我来试一下 正常状况应该可以 好 跳出来 有没有 吴老师 然后再连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部落格 没连进去 部落格 在这里 目前 受到自动 是不是这个把它封锁 把它挡掉来怎么样 理论上应该 它 就会点到这边 OK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上方有出现 还是说因为我们这一台电脑 有装那个 就是 封锁的那个 OK 理论上 帮你们试试看好了 就是自己也许 不见得一定是输入那个吴老师 你可以输入其他关键字 然后也许做一些动作 看看能不能被 记录下来 特别说这个recorder 可能会比较不太好操作的地方 就第一个 点击开来 如果假设你已经做过动作 我的习惯是把 目前的这个 专案按右键 先把它删掉 然后不要 No 不要 就是存档 OK 然后呢 再来就recode它 recode完之后呢 然后按stop stop之后呢 再export它 然后找到你要的那一段程式 OK 来试试看 并且把你做那些动作的程式 贴到刚刚get的位置 试一下